各位大王主義 往中華隊列車競爭到站 請問出越往前 下一站 盧覓雪 政府在2013年 香港特區成立16週年 推出家事香港運動 聲勢最厲害的是那首主題曲 由兩代歌神 張學友和陳奕迅合體主唱 為那首《同舟之情》 其實出自在郭偉亮 Eric Codd 的手筆 陳詠謙填詞 竟然沒有被網友惡搞 搞得算是還得神樂 大家還記不記得六年前 即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十週年的時候 政府一樣叫人寫了一首 《香港始終有你》 那次是金培搭搭著陳少奇 全港最紅的歌手都有份唱 連大氣聲都出了 怎料市民和網友 好像不太喜歡 惡搞成為《腹街始終有你》 那個版本還唱得比原裝版 更加佳之項文 我同意的 《同舟之情》是較合聽的 可能是因為那兩把 是全香港最漂亮 最多人喜歡的男聲 幫了很多忙 倒回大俠唱的歌 當然是輸蝕 人人都以為你是來歌功眾德 不過《同舟之情》 這兩句歌詞真是突顯了這首歌的核心矛盾 香港去哪裏還找到舊城宅行 有的都只是鬧市海港 真正的舊城宅行本來在九龍城寨有齊 現在大概要去到新界平山 我老友鄧大致的鄧氏嘉池那裏才找得到 因為那裏的建築物歷史 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我有時會這樣想 如果九龍城寨無策 圓過保留 發展成一個旅遊景點 遭被人拍戲拍廣告 即使啟德機場搬離九龍城 還可以保存到九龍城那邊的熱鬧 這種唯一兼獨有的本土特色 便可以留給後世人 見證一段滄桑的香江歲月 若果真的這樣 《同舟之情》的歌詞便合理了